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马齿县 英文叫库斯奈 英文叫库克 马齿县 来自于印度 在很久以前 马齿县是参作为猪的史料之一 所以人们也称它为猪母母 在传说中 唐朝宰相及女儿王宝串 下嫁平贵 而和娘家断绝关系 因此苦手寒瑶十八载等西政未归的夫君 就经常与猪母母充实 所以猪母母也有人叫它为宝串菜 马齿县它的别名是 安乐菜 蒜米菜 五行菜 五芳草 瓜子菜 马生菜 酸县 猪母菜 猪母乳 地马菜 马蛇子菜 长寿菜 老鼠饵 保寸菜 等等 在中医上来说 马齿县 全草可入药 它的腥味 肝酸 性寒 无毒 具有清热解毒 善血 消肖 除湿 止力 利尿 润肺 止可生精 马齿县对于产后妇女服用具有促进平滑 收缩子宫的作用 所以不适合给习惯性流产者 也不适合给孕妇使用 脾胃虚寒者 也不适合多服用 马齿县 根据研究 马齿县 含有蛋白质 脂肪 胡萝卜素 和黄素 硫氨素 粗纤维 甲 铜 钙铃铁等 马齿县含有大量的 曲甲肾 肾上全素 和多种甲盐 葡萄糖 果糖 也含有丰富的 苹果酸 柠檬酸 古胺酸 天冬胺酸 钠胺酸 Alpha 亚麻仁酸 Omega酸 脂肪酸 等等 马齿县 它可致 立脊 胸疮 肿壳 肖壳 生巾 小便不同 白猴 酒壳 脑虫 男性 婴囊 失诊 也可致 妇女病 例如白带 子宫出血 刺窗出血 乳窗 等等 麻齿县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群物质 能维持上皮组织和皮肤的正常机能 增强视网膜感官的性能 麻齿县对大肠感菌 立脊感菌 三行感菌等有较强的预制作用 特别是对立脊感菌作用较强 所以麻齿县适合给患有慢性 立脊肠炎 糖光炎 尿道炎的人服用 麻齿县大概有40多种品种以上 在本草纲目记载 麻齿县被称为长寿菜 它可以散血散肿 立肠滑胎 解毒通灵 流产后虚汗 在欧洲被认为是一种蔬菜 当着沙拉来吃 以及各种各样的主食之用 例如熬汤 作为冬菜使用等等 麻齿县在古时候 一直被用来治疗 消化不良 以及束缓 呼吸管道的作用 在希腊民间 麻齿县用于便秘 和塑尿吸管炎症的治疗 在古罗马认为 麻齿县的药效非常好 具有曲斜的作用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您按赞和分享 如果想要追踪我的影片 来帮助更多人的话 请您按订阅 谢谢您的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